上星马上就要开始预热了嘛 我最近也在整理一些困惑期一带 正好就可以把我最近挖到的 个类包再来给你收一收 像我做博主经常上镜拍视频嘛 卸妆产品总是特别费的 那首先B囤就卸妆膏了 像我今年就准备囤这个 巴尼兰白金神仙卸妆膏 它真的算是我今年下半年的爱用品之一了 我之前都已经空瓶了一罐 这是我去新疆就在用的 完全用完了 我刚才特地去拿了一瓶新的 但发花博战的姐妹们 肯定都知道他们家那个粉色的卸妆膏吧 不过我个人是更喜欢这个白金罐 这是他们家新出的高端线 成分更干净 而且喜感真的非常的优秀 口说五瓶我就直接进入我的现场卸妆世界吧 依然是干手干脸 用这个小挖勺来挖取卸妆膏 其实淡妆的话用一勺就已经足够了 你们看它是这种非常绵密的玉米质地 然后在手心呢 用手掌的温度把它油化之后就可以上脸了 你们看很快就变成油了 老板肯定都知道我平时是很喜欢用精油香粉类的产品的 这个香味呢就很对我的胃口 它闻起来就有一种淡淡的天然精油的味道 就感觉像是一边卸妆 然后一边做精油SPA一样的 而且它还添加了六种精油和五重闲金鲜案 都是一些用在修护屏障面霜当中的成分 精油油绒加上放料养肤 双重加持让我们的皮肤卸得既干净又被保护得很好 所以敏感这些姐妹们也不用担心哦 卸妆力度我觉得是中等偏上的 因为连我这种防水睫毛膏都可以卸得很干净 而且我是戴了隐形眼镜嘛 清测隐形眼镜戴着也不会觉得辣眼睛 而且它乳化速度也非常的快 沾水秒乳化 用它其实是不用再用洗面奶二次清洁的 但我的个人习惯是冲洗干净之后 再用它同系列的这个洁面再清洗一遍 洗完之后脸也是润润的 不擦水入的情况下也不会觉得紧绷啊 我是觉得这种卸妆膏会比卸妆有更方便携带一点 因为它是固体嘛 不会撒出去 所以我去新疆的时候就带了它 而且我很喜欢它这个包装哦 就看起来非常的简约大气 不过我之前这个瓶子啊 在路上太颠簸了 都被我衰裂了影响了颜值 所以这一次我准备多腾起膏 为下次旅行做准备 那你们还想看一些什么同货清单 都可以在评论去告诉咯 小蛙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